最后一个奖 属于蓝队 猜测一下 友情提示 究竟是谁打过金球 打过金球的几名队员 你们可以先从这些人里入手 打过金球 获奖者是咱们队伍里 相对优雅的一位选手 杨亚伦 杨亚伦 恭喜 恭喜 嗨 嗨 好 其实我必须要说一声 上一次参加完之后 我回家思考了很久 因为我知道我在场上的那个 速度跟体力 是完全完全没有跟 现在的年轻小伙子 在同一个层级 因为我的韧带断过两次 然后半月板没了 你知道要放弃一个 自己最爱东西的 这个过程有多痛苦 我在高中的时候 最爱的我像就是Kobe Bryant 我是每一场比赛都录下来 然后回放看Kobe的动作 所以 他的动作我 在当时我都 几乎是能做出来 但现在我只能做一半 真的只能做一半 所以你们要好好珍惜你们的健康 好好珍惜你们 可以打篮球的这个热血的当下 这样子 就这样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我觉得杨伦刚才那份话 我确实是非常的感动 因为十字阵带锻炼 在篮球运动员来说 是篮球运动员的一个杀手 许多优秀的运动员 都倒在了这个伤病上 我觉得杨伦还能如此热爱篮球 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完了包括像你们也一样 十字阵带的锻炼 我也是两个膝盖 十字阵带都断了 我坐在场边一直看你们打球 我真的特别羡慕 我只想说一句话 如果我能站在球场上打球 我不愿意坐在场边去教球 而且篮球 它在我生命里 我觉得是一种吸引 它是我在这个和平年代中的 一个个人的英雄梦想 最后想对大家说 如果你们热爱篮球 请一直热爱下去 我爱篮球 no matter what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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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